布吉纳法索昨天与台湾断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复媒体邮件中表示 对于布吉纳法索的决定感到失望 也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台湾海峡现状 破坏数十年来造就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架构 内容也表示台湾是充满活力、既民主又可靠的伙伴 在因应全球挑战中付出宝贵奉献 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 基于美中山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 与台湾维持合作友好的关系 另外,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 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 与当地时间5月25日联手推出 2018年台湾国际参与法案 法案指出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 是美国的政策 加德纳议员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有义务尽一切所能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 加德纳也说 这项跨党派法案将确保美国盟友台湾 不会因为中国的霸凌手段 而无法参与重要的国际组织 议员马基也在声明中提到 台湾的参与应该持续走下去 美国对于盟友和伙伴负有更广泛的责任 确保胁迫不会成为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常态 世界卫生大会目前在日内瓦召开 台湾和去年一样未获邀请 受到中国的压力 台湾被排除在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 加德纳说 国际组织面临了来自像是中国等国家的打压 台湾国际参与法的推出就是为了因应这些 过去在立场较为倾向中国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 台湾曾在2009年至2016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次节卫生大会 不过自从倾向台独立场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 台湾就没有接获邀请 此外 台湾国际参与法还要求美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 利用美国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为台湾发声 支持台湾的参与 同时也要求美国总统及代表在所有与中国的双边交涉中 向中方提出台湾参与适当国际组织的问题 以上为新闻事实报章 若你的真理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